Pandora一直是许多女孩向往的视频品牌,其中迪士尼系列更是掳获了女孩们的芳心,此款便以迪士尼公主为主题, 在新型恋寇上以宝石排列成皇冠,并镶嵌上透明立方氧化时,背面则注客《Never give up on your dreams》语句,象征迪士尼公主追随梦想的意志及决心。 此外,恋寇下方还挂有度14K金的爱心,无论是皇冠、爱心、宝石或注客话语,每个细节都饱含公主的意象,十分精致细腻。 若是要送礼的对象喜爱迪士尼公主,此款便再适合不过了。 此手环正如其商品名,以无限符号的纽结造型为主轴,象征人们无尽情意以及永远延续的强大缘分。 特别的是,其无限图案并非常见的相同环形相对,而是以一大一小的方式呈现,既让人们眼睛为之一亮,也凸显手环整体的设计感。 其中小环部分直接连接于手环上,戴上时需利用另一端的勾扣勾注大环,以达到固定效果。 但这样的固定方式不如扎实扣住的链扣牢固,且手环又无法用串式调整松紧度,因此购买本产品时选择贴合手腕的尺码格外重要。 Candora Signature系列经典的ID手环,留有开口的半圆弧设计分为圆形与方形两部分,前者经打磨处理十分光滑,后者于外侧的三个面上刻有品牌名称。 而手环两端还都著有戴着皇冠的,哦字样,是整体简洁,但细节精致的俐落流线型手环。 这样简单却别具魅力的时尚单品,无论是单独佩戴,还是搭配其他手环迭代都相当合适。 唯需注意的是,因为手环不像蛇链那样具有柔软性,为了防止其变形,鱼带上或脱下时应尽量避免弯曲或扭转。 唯品牌中较少见的编织皮生手链,以绿松色的皮革仔细编织而成,并使用银制的贝壳造型链扣,呈现出深沉的大海主题。 由于皮革比起金属饰品更具温度感,而此款式又采用较鲜明的色彩,推荐给觉得金银手链看起来太过冰冷的人们。 然而,皮绳材质也比金属更容易吸收手汗或脏污,应特别注意保养与日常清洁,平时使用干燥的软布轻轻擦拭即可,若沾染污渍,则建议用专用的清洁剂处理,并避免放置于太阳直晒处。 有时尽管已经事先测量手腕宽度,实际带上时仍可能会太松或太紧,而此款手链为了改善这样的问题,采用可调形的波浪滑扣,方便人们随时变更舌链练长。 如此一来,无论是习惯留有一定空间,亦或是偏好紧扣不滑动的佩戴者,都能轻松调整至最舒适的松紧度。 链条箱上一颗颗蓝色宝石,晃动时便有如波浪般闪耀动人。 不过这类非金属色的饰品不像金色或银色那样百搭,与服装搭配上可能需多花费一些心思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